不知你发现没有 平立己之力统治华语乐坛二十多年的周杰伦 在巅峰时期2003至2008年的年度歌曲排行榜上竟都是亚军 当我们看到冠军歌曲后又沉默了 网友质疑周董为何总是千年老二 今天一口气带你看完周董的亚军歌曲都是怎么说的 2003年杰伦第四章专辑夜会美横空出世 其中这首东风破颠覆了当年乐坛的审美 堪称中国风的天花板当年也只能排第二 2003年陈奕迅唱了博语版的十年 已经发行火边两岸三地 斩获当年的年度冠军 2004年周杰伦的七里相问世 时至今日这首歌依然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插播一句 周杰伦的完整版歌单 我已在抖音旗下的汽水音乐整理好了 周杰伦三百多首歌曲都可以免费听 其他抖音收藏的歌曲都可以在汽水听完整版 链接已经放视频左下角了 需要的朋友点击领取即可 可惜那一年遇上了开挂的林俊杰 一首江南火边大街小巷 从此为林俊杰日后的天王地位打下了基础 相信那一天 你哭我永远 在这一帅那冬间的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寻情只是古老的转眼 你就能有多痛 痛有多浓 但梦被埋在江南言语中 心碎的彩头 2005年周杰伦的夜曲斩获众多奖项 就有了夜曲一响上台领奖的名稿 就这样一首获奖无数的歌曲 也只能是当年的亚军 谁也没想到2005年的冠军歌曲 竟是光良的童话 时隔20年这首歌依然还是博主KTV的弊点曲目 我会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世界局 2006年周杰伦的依然饭车戏重磅上线 专辑中这首《听妈妈的话》 成功取代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母亲节之歌 也是该专辑中最火的一首歌 听妈妈的话 别人家受伤 像乖乖长大 才能到过来 同年张韶涵发行了隐形的翅膀 并且获得当年音乐之声排行榜的点部冠军 张韶涵甜美又几句爆发力的嗓音 给人一种希望的力量 2007年周杰伦的青花词在华语乐坛大杀四方 秒杀了当年众多神曲 我说它是能传唱一百年的中国风一点也不过分吧 但这一年周杰伦碰上了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 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的《广场舞神曲》竟也把周董挤到了第二名 2008年周杰伦再次发行了中国风代表作《蓝亭序》 以京剧的方式重复唱了一遍副歌更增添了蓝亭序的《古典美》 但这一年周董偏偏遇上了北京奥运会 策划组邀请了一百位重量级歌手共同演唱《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皮地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奔向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